1998年,因为张艺谋对张子怡的一句劝戒,永远不要拍电视剧,就像是给电影和电视剧构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。 有网友将《九五后小生》划分为三个层级,这三个层级下的《九五后小生》也难免为这条鄙视链所影响。 陈兴旭,帅气军郎中带着些许腹黑深情,如此独特的气质,让陈兴旭几乎成为了东宫男主的天选之人。 一个李承鄞让陈兴旭贴上了狠人的标签,本以为他能在此之后继续发力,结果他却后续发力,久无爆款。 96年的陈兴旭无疑是《九五后小生》的典型代表。 东宫之后,号手就为反响平平,一见倾心更因粗质滥造被指诈骗。 这位本被寄予厚望的新生代小生,似乎陷入了烂剧漩涡,难以飞升。 宋威龙、吴磊,因为《九五》和《零零》的界线颇为模糊,所以《零零》年的易阳千玺和《九五》年的徐凯,也被纳入考量范围。 张艺谋的一席画,似乎给娱乐圈划分为三六九等,但事实上,如今影视圈的界线越来越模糊,电影搭并非就高人一等。 不过,演技却是不可忽略的考量,用演技说话,才能不被各种界线所束缚。 《九五》后的他们还十分年轻,只要不断努力,一定来日可期。